我們目前大概都是著重在軍裝備為主 因為其實在坊間你說動物的植物的卡通的授權的 汽機車的其實這種創意產品其實蠻多的 那我們是覺得說在軍事這一塊比較少人在琢磨 當然很多男孩子甚至現在是女孩子都有當兵的回憶 我們願意嘗試在更多的軍裝備把它設計成我們生活用品 讓更多人可以有寵軍的回憶 或者說他可以藉由這些產品去做一些全民國防的推廣 或者說做一些國防教育的一個延伸 最主要其實我是在生活上去尋找靈感 當你這個動作你會覺得說 如果這個動作我把槍做成這個動作適不適合 所以其實我最大的靈感是來自於落實在生活化之中 所以就跟品牌的概念核心一樣就是生活化 當整間公司整個品牌變一言堂的時候 就一個人的發言的時候 其實你聽不到消費者聲音 你也不知道我這個東西出去好不好 那我們會去展覽最大的用途就是 你可以直接跟消費者面對面 跟買家面對面 他的通路他很適合 他會覺得說你這裡多一個這個功能 我那個區塊的消費者大概就買家 所以我們在設計影片上面 其實是這十幾年來累積的經驗 跟這五年來跟消費者跟通路 跟消費市場去做一個交流 然後讓我們慢慢的去在場面上面做提升 我們為大家介紹軍風產的產品 那我們首先介紹第一個 這是我們的油桶水壺 這是我們品牌裡面所有生產線 設計線裡面的第一個產品 這個就是用PLA的材料去生產製造 那因原料的取得我們把它改成ABS 然後把它設計成純鉛筒的概念 因為油桶它是儲存油碼 然後純鉛筒它是儲存鉛 所以他們這兩個的意象其實是不會有所違和的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子彈易手杯 那我們會把它取名為易手杯的概念 其實它就是隨手可得 那我們有做雙層 所以它會有一點耐溫耐冰的感覺 那我們沒有抽真空是因為它的吸氣數比較少 所以我們是用子彈的外觀來設計出這個產品 那另外一個產品是我們這幾年來 就是結合一些消費者的回饋的聲音 然後我們在材質上特別提升 那我們這次做這個破級泡水壺 它的材質是選用 之前就是大家在用在小朋友的奶瓶上面 所以它很耐衰 那我們包括我們的瓶蓋 或是我們的瓶底 其實都是用耐衝擊的PP的材質 海軍陸戰隊這一支AAV管 其實最常看到的畫面就是一上岸之後 會衝出士兵來 因為這個意象我們設計成紫膠帶 它一樣夾板下來衝出來 那我們衝出的是永遠忠誠的這個精神標語 以上是我們的創意產品 那大家對軍風柴如果喜歡熱愛 或者說對這些小物有共鳴的話 歡迎都可以到我們的平台去參考 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回饋的聲音 那我們在創意設計的部分 可以更茁壯更美好 我們是現在已經可以了 我們在創意的部分 可以在創意的部分 我們要… 是最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